喂!說你都不信了 我們是第一個來看屋 第一個MAC Offer 當他們說Access Offer的時候 我們開心得好像參加比賽獲冠冠一樣 今天帶大家來看一間2011年標的倒樓屋 我現在住一間屋 來這裡車程三四分鐘就到了 走路的話差不多十幾分鐘 現在這間屋的屋價是已經超過220,000英鎊以上 唯一英國東北部Rincolns 剛剛給了Greenbelt 195鎊 另外150鎊的管理費 他們每年收費都不同 這些錢每年在我們這個區 會種多些不同的花花草草、樹木保養、維修泥巴 保持這個區的環境優美 加起來的錢減棄會跟所有鄰居一起出 收到有心人送的充滿愛意的花圈 及不期待就立刻把它掛在門口 簡直有一種幸福降臨的感覺 另外我收到這個Meshersport 感受到是精心設計過的 加甜蜜的加 快樂填滿每個角落 加視深之所在 那裡是最多Left最多歡樂的 沒有地方好像加一樣 當我看到這個 我的心都用化了 現在來到新屋 今天就用鎖匙 很開心 帶大家來看看 入到屋裡面 有左手邊、右手邊 左手邊就是 樓下的 客廁 一個小的 廁所 還有一個洗手盆 另外也有一個窗 那廁所最重要都是流窗 防止濕氣 之後 由手電入到客廳 空間都很闊落 另外一個大窗 他是看出去外面的 這裡又有另外一個窗 這個窗是聲門 又是他看出去外面的環境 今天天氣很美 南天白 好舒服 好舒服 風在湧過來 另外這個直行呢 就是 左手邊這裡的人 我開來看看 是 樓梯底的一個 小的雜物房 好適當 當然是利用空間 這張照片 已經擺在傢俬 外軍照片 看起來也很舒服 我現在就走到這裡 哇 啊 還有這裡就是 一個新潮的廚房 很複雜 有兩個 套餅 之後呢 這個是 雪櫃 還有一個是 冷藏 它是隱藏式的 屬於 所以這裡可以放到 有四格的 一格一格的 就是 很方便 這個冰櫃 因為它一格一格 所以你放些什麼 進去packing 都很容易找到 我覺得這個雪櫃 就是 屬於是小了一點的 如果這個最佳呢 這裡應該可以再放 另外這裡 哦 櫃 可以放到很多東西的 這裡也是 可以放到很多東西的 這裡也是 這裡可以再放一個雪櫃 如果這個位置 不夠放的話 另外這裡門呢 這裡就是可以放洗衣機 還有一些乾衣機的 空間 也很夠的 空間 看你來整齊一點 這個 這裡 這個是 是 油 但是如果你要方便 可以換電 如果你喜歡 這個就是 鞋子 另外這些都是櫃 洗手盆 看一下櫃 這個廚房其實 看起來都很新整 而且很新潮的 而且很新潮的 是這樣看 BREAK 這邊有9個格仔櫃這麼多 有沒有想過 可以擺放到這麼多東西呢 那現在的新屋 我想通常都是 要付免費的 那是 3屋的 detached house 這裡的 Camaro 即是犯罪紀錄是 0的 治安非常之好 近醫院 學校 大學 小學 都很近 Astar Tesco 和Tow Center 都不到5分鐘就到了 那 在這裡走路 就是走路 直去這裡5分鐘 有一個 New Duruman 會是 一間 很大的廉價超市 是用了10個 Million投資的 那 現在我們搬來這間屋 我們不是說正式搬來的 我們是先買的 這樣我們都沒有打算做任何裝修先的了 在這兩年 所以暫時是空置先 等多2、3個月過了Christmas呢 就會找Agent來重新 股價看看market value 之後呢 有打算可能會出租出去呢 那這間屋一個月的租金呢 大至少是950磅的 那現在我住的家屋呢 是5房4廳兩次 那的確是比這間屋大的 現在這間屋呢 外面看起來真是超級大的 也是我喜歡的原因 但是入到屋裡面呢 都是屬於細型一點的 3房2廳兩次 那我現在站在這個角度看廚房和樊廳呢 日後有機會呢 可以撲了一個外牆 做一個extension和renovation 可以加闊到喉花園的一半面積 那是不需要跟cancel申請這個priming permission的 是合法的 這樣呢 房廳和廚房就會大很多的了 那這個工程的費用呢 相當之不簡單的 最少50千磅到100千磅 你說貴不貴呢 當然貴啦 不過呢 是會提升屋價 還有可以擁有優質的享受的 好了 現在呢 就出來家庭 帶大家看一下 那這裏 安葛營草呢 本來都很長的 這裏 和這裏都很搏 這裏有4個樓層 這個呢 就是Garbon Wraith 這個就是recycled grass stick grass 這個呢 就是pepper card 這個就是 冷藏和廳式的 那這間屋呢 是在單邊位的 所以 花園和特地呢 都會比平時中間位的屋呢 大多一點點 大家看一下 這些就是 我們做到的燕瓜 我們自己本身的家裡是種了很多的 這裏再種小羊 這裏有根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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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這樣放進去 這樣放進去 你怎樣看它不夠營養呢 因為那裏有兩粒 哦 是呀 我看到了 是呀 加進去 等著 這裏 買回來就可以了 等著 好香的 醬油味 哈哈 原來旁邊呢 它這裏廣告 啡子 咦 它這裏一半 還有一半 還有一半 磚 之後還有一條窗 其實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可以做這樣的 attention的 都不需要跟 監察啊 申請的 因為呢 通常來說呢 如果我們每個人的家裡 在我們家裡的長度呢 我們其實是可以 做到一半的 extension的 都不需要跟 council申請的 其實是合法的 在英國 另外這裏呢 它轉個彎呢 又去了另外一個天地 已經鋪滿了些石仔 那些wis都已經清理了 那這裏多出個空地呢 你可以做什麼都可以的 其實可以在這裏 建多一個 store房 一個大的store房 到這裏的位置 這裏是一個門呢 這裏都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這裏可以做storage 用磚 搭起來高高 之後這裏做個門 那你都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都不用怕 這些東西 那你在猴花園這個位置呢 用磚呢 再建設一間store room 你是要當地council申請 planning permission 那你就是用木去釘呢 釘個屋仔呢 那就不需要的了 大家呢 就帶大家上樓上看一下啦 現在地下的地毯呢 都已經很髒了 到時都要大清洗 洗乾淨的地毯呢 或者是重新再換角的 那我上樓梯啦 那我行到樓梯 走上來 這些地毯都彈一下彈一下 都很實正的 都很穩陣的 走上來 而且這個扶手 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這間就是 第一間細房 當然最重要是有窗 可以看出去後花園和隔離屋 我們也要想想 遲些也要做一個延伸 好像隔離一樣 專搭之後 又可以做兩三個天窗 整間屋看起來都會大一點 好 之前我們來看屋 第一間小房就是這個樣子 這間房大一點 我進來第二間房 面前可以擺一張雙人牆 另外要找人訂做書桌和衣櫃 空間壓迫感會很強 擺放單人牆的話 這間房就會闊很多 這裡的窗很好玩 因為它一開就是 很容易開 還有窗的款式我也很喜歡 隔離窗看起來很高 好多雙人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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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看 互形正氣 彩缸好 房間雖然是小一點 實用面積也很足夠 這裡就是 Family Bathroom 奇缸來的 整下都鋪滿了磚 看起來很乾淨 也是有窗的 我覺得每一間房 最重要是有窗 廁所當然很重要 廁所的濕氣很重 很容易發霉 很容易發霉 這邊是沒有鋪磚的 是牆身來的 有一個中心熱 在這裡洗完臉之後 可以落毛巾 容易乾 這裡有冷水 這個鏡子也很方便 看到嗎 樓上的洗澡房大致上就是這樣 現在帶大家看一下第三間的主人房 好 那Mustard Backroom的窗就大一點了 收門窗 還有一個已經建造了的衣拐 有一個連身鏡子 上面有兩格的 可以擺毛巾 摺衣服 這些是掛牆的 之後這裡有三個櫃桶 可以放很多東西 可以放很多東西 好像是吊一些短的衣服 這個衣櫃也很實用 而且也不會阻礙到空間 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進來這裡 Anshy Bathroom 又有一道小窗 可以開一段 我喜歡開窗的感覺 感覺很清爽 感覺到 這間主人房的Bathroom 很闊 比Standard Size大一點 我覺得 這個是 皮缸也是鋪滿了磚 看來很乾淨 Center Hating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洗完臉 放毛巾 毛巾也很容易乾 都不會說 滋芯細菌 一樣 它也是有一個 長型的鏡子 洗手管 好了 建議大家買 專為Central Hating設計的 勾 用來龍毛巾 這樣毛巾就會黏住 真的很難洗 現在我在Master Room出來 走兩步 就是Family Bathroom 再走過來 差不多是下樓梯 這個位置 有一道門 我開來看看 是Water Tain 樓上就介紹到這麼多了 我下樓梯之前 走過去第一間小房 開窗 就可以看到 喉花園360度的全景 哇 好闊落 看到我真的很興奮 好了 我現在真的要下樓下了 你現在就是 達,這是喉花園的出口 喉花園出口 這是喉花園的出口 今天沒有介紹大家看的 是喉花園的出口 喉花園出口 喉花園出口 是我的 還沒這樣開 車房也很大 車房也很大 但通常來說 這個車房很少用 我們都放割草機在這裏 適合買的 剛買來割草 連箱也在這裏 一個很大的 當作是雜物房 因為暫時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都很少人會泊車下來 這個房間很大 我知道車房是有人 搜尋了 用來做Kitchen Studio 用來做多一間房 但我們是否想到做什麼 之後這裏 先夾隔路走 之後 之後這裏 都可以泊車 雖然走出來就是馬路 平時的車都不算多 這個區都屬於很安靜的 下午的時候 都會聽到很多小聲 空氣都很好 家屋外面看起來 真的好大的 好像兩間獨立式打通了 最後 希望會有機會拍一個 現在什麼都沒有的 沒有裝修 沒有家具的 然後 還有裝修 還有家具的 之後影片 剛好看到天氣這麼好 英國南天白雲 天啊 我肯定快點拍一張照 不要錯過 你沒看錯 我家前縣 又有三棵櫻花鼠 是我一直 無味而求的環境 由於我現在住這間屋 所以不方便拍 How to 給大家看 今天難得天氣這麼漂亮 開個窗 拿著iPhone 手頂頂地 逐間屋拍給大家看 每一間屋苑的設計 和款式都不同 這個設計師 真是非常之有心思 不知為什麼 剛拿鑰匙那天 隔壁和後面的屋 同一時間是做裝修 所以特別吵 旁邊鋪石仔 都已經鋪過 割了些少 就是這樣看屋契 位置就是泥巴門口的中間 嘩 不同角度拍出來的效果 這麼大方得體 擁有它的感覺 實在太幸福了 現在從另一個角度來拍 即將要開張超市這邊 開車到我家屋前面 就是好像眼見那麼近 本來看報紙 講聖誕之前會開張 看起來都要過了明年才行 主要原因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covid pandemic 很多工程都延遲了 說今快就到了 Hello 今天來到新屋看下海外的二川瓜田 先看下海外的二川瓜 又好收穫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大的二川瓜 這裡 對 不要這樣斜 HD 不要斜 不要震 已經好一點了 純緊去 不要斜 然後呢 這裡又有一個小隻的二川瓜 幸好呢 用手套頂住它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你下面這裡 你直接接觸到泥呢 它這個皮就會很容易軟 如果它軟 就很容易被昆蟲 要是窩咬咬傷的了 還要說嗎 今年種的二川瓜 收穫滿滿啦 那最大的功勞 當然不少得我最愛的零一半啦 最近我都uproll了 我現在住的房子的後花園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到我的youtube頻道看看啦 I hope you enjoy this video as much as I enjoy making it Please leave a comment below and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Don't forget to turn on notification Like and subscribe Thank you all my friends for all the love and worries Sending you all lot of love and positive energy Stay safe and healthy Alway cheers kindness Goodbye my frie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這裡呢 那我就跟你說一聲 多謝收看 因為這個影片都屬於很長的 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 那記住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鐘仔啦 下次再見啦 I can see you next time